湖北中祥市九里回族乡三叉河村有一明朝皇族大墓 这墓便是大名鼎鼎的尹晋王及其王妃郭氏的合葬墓 此墓曾接连九次被盗 却始终无一人盗墓成功 曾有盗墓者不信邪 用炸药轰炸过此墓 直至将墓室以上的八层土全部炸完 也未能成功 九次被盗的经历让尹晋王墓增添了些许神秘色彩 人们纷纷议论 这墓中到底有何物 为何屡遭盗墓贼光顾 此墓难道有真刚不坏之身 炸药都不能将其炸开 面对越发猖獗的盗墓贼 2005年 为了保护墓内文物 国家文物局决定对此墓进行抢救性挖掘工作 而此墓的种种谜底 也随之被一一揭开 尹晋王是明太祖朱元璋的 第二十四子朱栋 尹王贤孝 年龄又小 对于皇位之争十分淡然 因此深得朱元璋喜爱 在朱元璋去世后 皇太孙朱允文不但没有对这位皇叔起杀心 还前前后后赏赐了许多金银珠宝 因其与世无争的性子 尹王躲过了禁难前对宗室的屠杀 保住了性命 朱棣登位后 对这位贤散王爷更是善待有加 还为其说了一门亲事 娶了开国功臣武定侯郭英之女郭氏为妻 永乐九年 尹王到了年纪 取到封地安禄就翻 朱棣十分不舍 不但免除了安禄的三年赋税 还赏赐了许多超币宝物 尹王性格平和 素来喜欢吟诗作对 还亲自撰写诗集作父 到达封地后 更是督促生产 专心为民 安禄也是一片繁荣景象 只是如此雅王在永乐十二年便去世 终年只有二十七岁 朱棣在得知消息后不胜痛道 绰朝足足十五日 以表对这位兄弟的哀思 四世耗尽 又称尹靖王 这足以见得尹靖王在朱棣心目中的地位 尹靖王无子 在他过世后不久 王妃郭氏因思念至极 殉葬而亡 后与尹靖王合葬 因此 三叉河村的大墓 是尹靖王及其王妃郭氏的合葬墓 尹靖王生前深得皇帝喜爱 死后更是哀容不断 是以尹靖王作为明代帝王等级墓葬 墓内十分豪华 因此 尹靖王墓也成为了一众盗贼的既往目标 2005年 三叉河村的村之书周新贵在墓葬周围发现了一道洞 这是尹靖王墓第九次被盗 于是他立即将此事进行上报 国家文物局高度重视 决定对此墓进行抢救性挖掘工作 说来蹊跷 曾有盗墓贼用炸药轰炸过此墓 导致墓室以上八层土全部炸完 都未能成功盗墓 因此 此次挖掘工作得到了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 除了专业考古队外 还有大量记者 警察也一同前往 整个挖掘工作长达40多天 本以为工作队内专家经验丰富 古墓的发掘工作应该十分顺利 谁料真正发掘时却困难重重 接连发生了一连串奇异的怪事 2005年11月 在一声声炮烛声中 尹靖王墓正式开始发掘 经过勘察 想要到达墓室 需经过响电 但因环境的变化以及盗贼的破坏 响电的地上已被夷威平地 工作人员随即开始清理墓盗 考古队原计划在一周内完成清理墓盗的工作 但谁料 只清理墓盗一项 便耗时半个月的时间 这是为何 当工作人员用稿挖掘时 却发现墓盗的土都是被夯实的夯土 异常干硬 以土内似乎还掺杂了一些杂物 工人们根本挖不动 见此情况 只能找来更多的工人进行增援 众人足足花了半个月时间进行清理 这才见到了墓葬的围墙 正当工作人员感到欣喜之时 却意外发现了一组特别的建筑 墓制墙 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凿开了部分清砖 一组墓制名出现在众人眼前 工作人员十分激动 立即将其送到考古工作室进行研究 这座墓制名引起了大家的好奇 工作人员连夜拆除墓制墙 大家都迫切地想要快一点接近墓室 一探究竟 经过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 墓制墙被成功拆除 三块成导品字形的封门石呈现在大家眼前 这三块巨石紧贴着金刚墙 将墓的拱门封得死死的 若想进墓 许得先将这三块巨石凿开才行 专家们看到三块巨大的封门石 又联想到了墓盗坚实的夯土 意识到 这可能便是引进王墓的防盗系统 也是盗墓贼三番四次盗墓 却未能成功的原因之一 然而这三块封门石巨大 一块就有一吨多重 如何才能将巨石凿开 成了线下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考虑到不枝木内情况 亦无法预估这三块石头的厚度 所以不能用炸药炸开 若石头倒塌到室内 损坏室内文物 那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随即 考古队找来专业人士 运来了大批量的废弃轮胎 将其作为垫底 工作人员对准封门石上方的缝隙 插入专业工具 将三块巨石顺利撬开 移出了墓室 随着封门石被移除 一堵用残砖废石砌成的封门墙 便出现在大家眼前 只要拆除了这堵墙 陈锋在引进王墓600多年的画面 便可一一揭开 此时 现场早有闻讯赶来的记者 人们摒弃以待 期待着揭开引进王墓的神秘面纱 引进王墓封门墙的拆除工作 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因石墙坚固无比 工作人员敲打了好议会 才隐隐凿开了一条缝隙 正当大家看到希望之时 奇异的现象却发生了 大量白色气体从出现的缝隙中 突然喷涌而出 这可吓坏了众人 众人以为是毒气 便赶忙紧紧捂住口鼻 屏息以待 此白色气体跟前面的夯石 封门石一样 均为引进王墓的防盗系统吗 仅凭肉眼 工作人员无法分辨这些气体 究竟是有何奇特之处 为了弄清楚 这些白色气体究竟为何物 工作人员立刻找来一根细管 将管子伸进了缝隙内 抽取了部分气体 将样本立即送往研究中心 进行检测分析 本以为气体很快就会散尽 谁曾想 这些气体竟接连不断涌了好几个小时 待气体散尽后 工作人员立即上前 将封门墙一口气拆除了五六层 随着石墙被拆除 两扇鲜艳的朱砂石门便出现在人们眼前 大红石门上有一尺多长的铁锁 两门之间有一约十公分左右的缝隙 考古人员透过缝隙往墓内看时 发现墓室内云雾缭绕 白茫茫一片 全部都是雾气 面对接二连三的怪事 有着丰富考古经验的专家们 心中都有了一丝异样的感觉 尽管是在大白天 周围也有武警人员的保护 但大家心中的所谓阴森之气 却久久不能消散 那么 大红石门为何会有如此大的一个缝隙 大门的背后究竟暗藏什么玄机 随着石门的开启 尘封了六百多年的历史 也逐渐被揭开 大门被打开 墓室的前世也呈现在大家的眼前 然而眼前的一切却让考古专家大失所望 引进网墓虽然很大 前世却非常空旷 除了一层很厚的白石灰外 空无一物 随即 考古人员在地上发现了一排排有规律的椭圆形的小窝 经粗略计算 有数百个之多 这里之前难道曾摆放着什么东西吗 莫非该墓曾被盗过 在这时 允队的任文清同志发现了一个细节 地上有一个还没有被完全腐蚀的墓涌 从地上坑坑洼洼的小洞来看 这里当时应该有很多墓涌 只是不知什么原因 这里的墓涌都已经全部都腐化了 根据经验 任文清认为 造成腐蚀的原因 应该是墓室进水导致 但地面却十分干燥 不像是曾经浸过水的样子 专家们继续勘察周围环境 果然 在墓室墙壁上发现了玄机 专家发现 墙壁上有多处进水痕迹 且进水线位置较高 这说明 墓室曾不止一次进过水 这也就能够解释 为何前世空无一物了 引进王墓左右对称 承压自行 紧挨着大门的为前世 前世过后为中世 两侧各有一间二世 前世的里气已全部遭到破坏 那么中世是否能有所收获呢 清理完前世后 考古人员顺着涌到朝中世走去 走到中世后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石门坎 而墓室的门因为是墓制的 也已经被腐蚀 歪倒在地上 其实 这扇门实则起到了一个平风的作用 目的就是为了与前世做出间隔 不能够直接看到中世的情景罢了 门后 中世内仍然空无一物 这让考古人员难免有些失落 难道中世又没有任何收获了吗 但经过勘察 工作人员却在中世的地面上 发现了一些特别之处 从地面的痕迹来看 这里应该曾经摆放了六个大的木箱子 长九十厘米 宽六十厘米 里面盛放的物品应该不在少数 只是 这些木箱也因墓室进水多次 全部都被腐蚀 前世 中世的物品接二连三被大水腐蚀 墓室被密封得如此严实 水究竟是从何而来 考古队员们只能根据情形进一步观察研究 很快 中世清理完成 接下来的工作 便是清理中世两侧的耳室 进入耳室后 考古人员发现 这里狼藉一片 地上布满了破碎的漆皮 棺木等木质构建 一时分不清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 经过清理发现 在两侧耳室内共摆放了六具棺材 每间耳是个三具 且在清理过程中 考古队员还发现了人的牙齿 以及簪花等发饰 首饰等装饰品 且每个木中都大致相同 而根据这些牙齿推断 这六名尸体均为女性 且年龄均为不超过18岁的未成年少女 专家因此推断 这六名女性应该是陪葬的丫鬟 而室内虽出现了部分首饰 却与尹晋王的身份相差很多 不因为皇室墓葬的规格 因此 考古队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尹晋王与王妃所在的后世之上 进入后世 一个大的官床出现在后世的正中间 只是主官也早已垮塌 无法分辨 在官床前 摆放着两个魂瓶 这两件瓷器 一件为四爱图眉瓶 另一件为龙文瓶 在官床的东西两侧 有两个壁砍 而壁砍内也放置有大量的随葬品 眼前的情形 让考古队喜出望外 经勘查 东边壁砍内的文物 应该为引进王生前所用物品 其中更有水晶山子 玛瑙龙兽等重要文物 经过研究 这两件文物不仅仅是两件工艺品 还别有用途 水晶山子应该是一个笔架 而玛瑙龙兽应该是用来压制的阵 此外 壁砍内还发现了端雁 摄雁等文房用品 根据史料推断 引进王生前十分喜爱文墨 死后陪葬的也大多为文房用品 这也说明 引进王博学多才 对应了雅王的称号 东侧壁砍内的陪葬品收获颇丰 让考古队员们十分欣喜 更加期待起西侧的壁砍 当看见壁砍内的随葬品时 考古队员们再次大失所望 此壁砍内大多为牧俑内的名气 质地主要为千和兮 而这也印证了朱元璋 曾在遗嘱内提及的 丧葬用品 物用金玉 以代替金玉的小名气 清理至此 引进王墨已大致清理完成 虽然清理出一些文物 但却数目不多 那么 引进王身为受皇帝喜爱的皇家子嗣 陪葬品真的仅仅如此吗 正当大家失望之时 两个棺床中间的大箱子 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因为这两个木箱与其余不同 七做得非常好 虽然木箱也已经坍塌成为一片 但并未被俯饰 经过清理 箱子顶部为团龙纹 工艺非常精美 而这两个木箱中 则放置了引进王夫妇 出席重大场合时 锁着的服饰及配饰等 在引进王箱内 有玉龟 玉龟容器 免官 皮变 玉佩等 而这些文物 在古代军事帝王宫薰威仪的象征 而在引进王王妃郭氏的箱内 也出现了官 玉佩 只是这些器物均为名器 虽未能找到引进王夫妇的遗骸 但他们陪葬的器物 却大都保留了下来 在清理引进王棺木时 考古人员发现了两根引进王随身携带的宿面金簪 一根玉腰带 此外 还在他的棺木中发现了一个漆盒 此盒内的物品较为珍贵 呈朱砂状小颗粒样 尽专家推断 这很有可能是引进王平时服用的丹药 在引进王妃的棺木中 专家还清理出了金粉盒 金凤钗 金簪 金簪花等物 作为皇室用品 这些文物价值不菲 其中六件被确认为国家一级文物 考古人员过五官斩六将 经过发掘清理 引进王墓先后发掘文物六百余件 其中珍贵文物一百余件 此次发掘中 最为重要的两件器具 实则是在官床前摆放着两个魂瓶 四爱图梅瓶及龙文瓶 经专家研究 这两件器物 为人代清花瓷 是珍贵的标准器 而引进王妃的四爱图梅瓶 分别会有 王羲之艾兰 周茂书艾莲 林和静艾梅 和 陶渊明艾菊 试以为四爱图 湖北省博物馆 更是将其视为四大镇馆之宝之一 四爱图梅瓶真实还原了 古代四位高士的贤情意志之景 是元代清花词中 极为罕见的真品 正当考古专家感到欣喜万分之时 有着丰富科技考古经验的 武汉大学教授陈关涛 有了一个新的发现 因在此前的考古过程中 已发现了墓中多处进水痕迹 陈关涛在研究墓室墙壁时 又发现墙壁上有许多的裂缝 而令人惊讶的是 这些裂缝竟然有多处曾经被人修补过 墓室自建城后 不曾被盗 更不曾有人来过 为何裂缝会有人修补 这引起了考古对人们思考和重视 根据史料记载 尹靖王逝世时才27岁 属因一年早逝 是已没有提前建造墓室 引进王过世后 这才紧急施工 建好墓室后才将其安葬 正在众人百思不得其解之时 陈关涛又有了新的发现 在主管前的魂瓶中间 发现了一堆砖灰 而这些砖灰应该是修补用到的 这是考古队第一次在墓葬中 发现修补墓葬用的砖灰 经调查 在当地 人们将这种砖灰称作瓦灰 其实就是姜砖或是瓦片磨成粉 当地人就是用这种瓦灰来修补墙面 由此可见 这么一些瓦灰出现在墓室内 说明修补时并不是偷偷进行 而是真真正正的在修补墓室 只是 这些没有用完的瓦灰 为何会留在原地没有被清理 为何有的裂缝已经被修补 有的却没有呢 据陈关涛猜测 当时 墓葬在修建的过程中 很有可能发生过地震 而墓室则因地震被震出了缝隙 出现缝隙后 工匠们便奉命前去修补缝隙 只是没想到在修补过程中 又发生了余震 工匠们怕自己也随着在此陪葬 便匆匆掩门逃亡而去 这也就是为何 墓室的大门会有十公分左右缝隙 封门实为残砖废石的原因 经此推断 若真是如此 那么墓室为何进水 便有了很好的解释 当然 这些也仅仅是推断而已 真实情况如何 却也不得而知 而墓室为何会喷出白雾 实则是因为白雾 实则是因为室内外温差较大 水分受蒸发而变成了水蒸气 这才会出现墓室内云雾缭绕的景象 这一说法在后来也得到了证实 拿去检测的白雾样本结果显示 白雾确实不是什么有毒气体 而是水蒸气 此次引进王墓的发掘 出土了两件堪称国宝的元代青花词 发掘文物六百余件 含珍贵文物一百余件 是考古史上的又一次奇迹 这些文物代表了我国远远流长的历史 让我们有幸能够了解认识到这些精美的文物的同时 也为我国研究历史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在现代社会的我们 应当以尊敬的心态去看待这些文物 更应保护好我国的历史文物 积极弘扬我国的历史文化 这些文物的历史文化